蔬菜 它们撒农药 可能杀死一些小虫 不然没有这么漂亮的水果 我们有一个惭愧心 悲心 跟它念念众 所以有情 佛教讲的是有情才有苦 这个树木 草 水果 它不是有情似的 它是一个物质现象 只是这个物质现象 附着了一个有情 这样而已 极乐世界 幸福波脱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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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经常祝念 祝念自己 我们的念头又跑掉了 又离开了空性 慈悲 菩提心 那我们就赶快拉回来 因为你转化你自己以后 你就可以转化别人 你不转化你自己 反而会干扰到别人 然后呢 又没有佛菩萨的智慧 所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 是很难做的 那佛菩萨的功德力量不可失忆 所以我每次 没有错就像要来演讲 刚刚我在车上 我就一直请祝佛菩萨加持我 现在要做当机了 然后呢不能用我的想法 一定要让 念佛菩萨的加持 加持 希望我们 因为我不是代表我自己 因为一个出家人 他一级一切代表所有佛教 一个出家人做不好 那佛教就会被骂 老实说 这个出家人在路的走不好 出家人不好 就终于了 因为大家对整个印象都不好 那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自己要有那个责任感 那特别各位又知道 你看摄影机这么多只在对着我 而且直播呢 而且直播呢 所以各位就逼一顿好逼一顿 都在给你摄影 那只你在给你摄影 然后呢 直播呢 全世界都看得见了 而且现在Youtube啊 别人都在注意你 别人都在注意你 因为本来任何一个人的心态都在影响整个世界 任何一个人 这个世界是互为缘起 互相影响了 没有单独自立存在的 所以任何人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 讲话行为 一直在制造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叫共业形成的 台湾为什么缺水 因为人类的共业啊 喜欢杀生啊 互斗来斗去啊 所以就造成一些缺水的现象 那在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赶快啊 劝人不杀生啊 多救命啊 大家不要争斗 不然呢 国与国之间 党与党之间 各种派系派系之间 有永远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台湾有一个宗教 叫一贯道 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是 一 大家都赶快 化为一 但是佛教里面呢 事实上是这个世界 万法的本体 都无有分别的 宗教只是一个名字 《金刚经》里面讲的空 它就是属于一个 一个完全中性的状态 中性的状态 你不能执着 这个非这个名为这个 离所有相 离开所有的分别 你才可以看到真理 所以如果你有分别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不一样吗 美国人 华人不一样吗 那只是外相不一样 本体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你一定要有这个责任感 让众生找出他的佛性 就像点灯一样 我点灯 我点灯 我没法都想办法 一直传灯 大家都弄起来 你也不会减低你的亮度 那我想 所谓大乘佛教就是这个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是一种责任 你对所有生命的责任 所以我保证从今天回去 天天回向我们陈校长 郑校长 因为我们儿子在鼓 他如果稍微发表 那个儿子会老百度 所以因为息息相关 但是我要回向给两位校长 回向给各位 我要过好学 我没得起心动 没得到你的肚子 我们叫连线作业 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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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没断掉 因为你一直在影响了这个世界 所以万法为心造 这个世界好好坏坏 是你的心造成的 你的心清净了 世界就跟着清净 心清净的世界清净 心清净的众生清净 你必须要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要一直保持正念 黎婚 黎婚 黎经 将来保持正念 好 我们马上把功德回向 来 放生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并不是我们的放生 而是随喜世界各地 所有保护救护生命的 这个行为的功德 我们都随喜回向给所有众生 来 普愿成逆 祝众生 永离山土深净土 希望所有在轮回的友情众生 脱离三恶道 将来往深净土 将来成佛 祈求三宝加持来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伯衫摩河撒 摩合般若波罗密 佛向所有小朋友 所有同学 所有百姓 所有病苦者 所有往生者 男女孤魂 冤心在主 流产胎儿 同享功德 恩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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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请问各位 刚刚我这样念 你有没有感受到 我很诚恳 我就是要很认真 普通时 酸酸没关系 你念很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 会影响到他们 特别我出家以后 我发觉这个世间苦难很多 因为在道路 我有一个微信 我就是透过一个管道 任何生病了 他们就会传给我 晚点没完 有时候我是在 我会帮他们写牌位 一直帮他们 后来要请别人帮忙 因为我发觉 哇 什么问题都有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可以让自己保持悲心 保持悲心 当然现在的科别 这些科技 也让你照应 但是你也可以利用它 来连线 来跟佛法连线 所以我们曾经 办了一次 用电脑 大家来念地藏经 短短时间 就超过十万遍 地藏经的共修 哇 原来电脑连线 还真管用 那我们就可以 加入这个功德 不过发觉 现在到处 旁边都是痛苦 但是因为有这个痛苦 我们才会 生起两种的心态 来 处理心 大悲心 因为痛苦 让我们没接到 这个世界 不要去改变世界 是要放下你的执着 因为世界本来就 自然的生生灭灭 这样而已 念一下 足形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世界的存在 就是生生灭灭 那你要改变的是什么 来 生灭灭语 极灭为乐 所以世界在改变 你的心里 不要文极其武 不要跟着改变就好 生灭灭语 不要再起心动念 全然接受它 全然慈悲 那你的内心就平静了 所以那一天 有个女孩子要结婚 她问我 师父 我要结婚了 你对我有什么祝福吗 我说 你要我讲真的还假的 假的就是什么 百年好合了 什么白头鞋 那个叫假的 那真的呢 我说万一你老公有外遇 万一老公不跟你睡觉了 万一老公看到你都不讲话了 你要依然爱他 依然接受他 这样你的婚姻就幸福了 幸福在你手上 但是如果你跟着他变 我说男人一定会变 就算他没变 你也会变 大家都在变变变 那如果你要要求对方不变 那你很痛苦 如果你要求你自己不变 那你掌握幸福 因为这个世间 哪有一个最好的 你跟他说 大家都有白人的 比较好 一定会改变的 而且 我说你嫁给他 搞不好 他是你的冤亲在主 多一点 很难得一个什么结善 人的 都是烟熏在主 所以各位呢 不相欠就不相见 不相见就不会相爱 不相爱就不会相恨 我都会要背 这个就是终于见到了 那见到以后 烦恼就来了 所以 借这个机会 修行多好 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 你去结婚 一定快乐 所向无敌 不怕我们怕斗 但是如果你要保护外在的事情 希望他乖乖的对你 那你很脆弱 你会每天担心受怕 你会对自己没信心 那这样就不行 所以不要把幸福放在别人手上 幸福在你手上 你愿意让自己不变的 去爱对方 因为你这个爱 他说这样哪里叫爱 慈悲就是爱啊 如果你一直活在男女的欲望 那当然战友会让你痛苦啊 如果你既然要跟他结婚 他也如下地狱一样 我说你怎么说 不然我为什么要出家 如果结婚那么快乐 我们干嘛出家 我们出家多 那个过程很痛苦的 但是你既然要跳下去结婚 你好伟大 那你要接受这个可能的变化 不只要所看的事情 都会发现别人的幸福 你要生活好 所以念一下来 体悟无常 各位一定要听我这个道理啊 所以无常 所以痛苦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点让你快乐 你一贪质他 那你就会痛苦 你一放下他 那就没问题 他就讲到老板店 我说叔叔 我继续不要结婚 我现在没有了 不然你告诉我 我讲的是真相 因为很多年轻人跟我学伙 我在国外 然后他们后来结婚了 没有一个不后悔 师父早知道 你没有早知道 你从小的你早知道 你太太她是我照顾的对象 所以我在英国有一位男鸡是很花帅 随便玩女人玩女人玩女人 后来那次我去英国 他又带一个女朋友 你这个女孩做母亲 你把她睡下去了 他说对啊 你要跟她结婚 不然你不是佛弟子 因为她那次跪下来说她要归宜 你既然要归宜 你就要娶她做太太 然后她就只好娶她做太太 再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 那怀孕以后就有一点后悔 师父早听你 哎哎 他说一种小话 后来他就勉强 就跟那个女孩子结婚 生下来 每次找我 哎呀师父好苦哦 都是你叫我结婚的 我再说一种话 让结婚都有功德 你看你生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终于找到一个父母 愿意让他出家了 你这个不是功德吗 而且我跟他太太说 你生了一个出家人 保证你生天啊 你这个这家罢个罪啊 结果他老爸就一直发财 一直发财 女方的爸爸一直发财 不过我是敢说 你两个要吃财要吃财 不然的话就很难 所以那我这是我 一辈子主导的一次婚姻 就是这个了